接着我们要讲我们的门这个字 那这个字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先把门给写好 然后再搭配上左边的人部 大家看到说其实我们写门的时候 是比较 一样是左边会比较短 右边会比较长 那左边的门 大家其实门它在繁体字里面 是这样的 是上面有窗户的感觉 那在简体里面呢 这边变成一个 它被简化了 那它简化是有来源的 是因为在门的行书 我们可以这样写 这边 然后这边简化 然后再慢慢的变成点点 这样的简化过程 所以才会有现在简体字门的写法 但是我建议大家 我们因为简体字它把这样这两种去综合 然后并且又把它给开化了 那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直接学这种行书的写法 好写又好看 因为你就从左写到右 非常的顺手 然后又可以练习你的 带笔的感觉 所以我建议大家这样写 那左边呢会比较短 右边呢会比较长 那当我们摆进这个人部的时候 不要就很生硬 什么叫很生硬 就是像是短 长 然后就这样去摆 这样其实不是很好看 我们可以让上面的皮 拉长一些 然后让它多带一点的弧度跟韵律感 那我们把整个字 一个人和一个门 混合在一起来的时候 必须要一个整个字的概念 所以呢 这个已经低了 这个就不要再跟它抢风头 它就可以稍微短一点点 让它们是一个字的概念 好 那当然呢 你的基本功要先有 就是这个笔画 竖沟的笔画 它略带一点点 弧度会比较好看 好 所以呢 我来写一次 门 笔 带过来 这个不要太长 带上来 带上来的意思 是要接这一个 然后它也可以带上去 点点 下面呢 这有点先往内 然后再往外撑开的感觉 这样子呢 就会比较 有立体感 会比较音挺 什么叫做比较 没这么音挺呢 就是说 太圆 这样看起来呢 就是会比较弱 但是 也是可以这样写 这样写也没有人会说你错 只是看起来就没有 精神 就没有这么好了 好 最后再写一次 那上面这个点的流畅度 是必须要花时间练习的 那这个点呢 也不要写得太连在一起 因为那看起来呢 会变成说这边非常的空 好 再写一次 好 像这一个 像这一个 竖钩的 那个变化 就比较多一些 大家记得除了它有 弧度的变化之外 我在轻重上面 有一点 重轻重 然后勾起来再轻的 这样的变化 好 所以大家呢 可以好好的练习 那只要你门 这个字 学会了 那加什么步手 只要你花一点点时间 有一些结构概念 都可以很轻松的加上去